从此以后 我会守护森林的意志 哈喽大家好 你们的朋友齐老爷 北京时间2023年6月21号 那我们现在是在测日服 来看一下这只SP寻森小鹿男 老规矩啊 先来看一下他的建模点触 以及动作语音 这个是寻森小鹿男的登场动画 这小鹿男站的时候 还非要把一只酒给抬起来 我们点开展示啊 近距离的来看一下 这个性感的小屁屁也是得以了保留 这个SP寻森小鹿男的身材是真的好啊 拉近看一下 然后之前有朋友关注的灵魂之捏捏 也是非常生动的做了出来 那0到5颗星的话 大家给这个建模来一波打分 打个多少分呢 我是觉得8到9分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啊 这张面庞真的很伟大 听一下他的语音 前方有日语大声的话 也帮忙翻译支持一下 小鹿男说 看见我手中的这根树叉了没 下周三就用它来召唤我 和刚刚是一样的动作 让我看看是哪位阴阳师大人在召唤我 好点赞三连 我就用这个路提子踩你 我就分走七老二的欧气 祝你能抽到SP小鹿男 点下手 哇 这一段音乐好好听 哎 听一下有没有中配啊 哦 瑟士福这次的 直接把中配也给上来了 我是最后的 唯一的路人 哦 不 你的伙伴都在神龛 一堆呢 绝不容许任何人 践踏森林家园 别碰 别碰我的路角 中配感觉也不错 也挺有感觉的 那SP小鹿男的转机解锁条件呢 分别是给他升到满级 然后技能等级升级八次 以及在阴阳寥中捐赠一次 寻森小鹿男的碎片 然后也看一下他的召唤动画 哦 我跌跌撞撞 奔向你呀 然后SP小鹿男的面板比较有意思啊 首先是基础速度120 非常的亮眼 然后天生自带30点的效果抵抗 现在没有装预魂哦 我是最后的 唯一的路人 好 我先把声音给去掉一下 然后一技能呢 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主要还是在二技能的被动 还有三技能比较重要啊 所以来说呢 如果你的脸比较好的话 给他喂黑蛋 喂个155 当然是最好的 嗯 我们来现场喂黑蛋试一下啊 给你们看一看 我最近的运气 真的是非常不错的 哇哦 155没来 来了个353 看得漂亮 哎 我们喂两下355也可以 呃 还行 还行 吓我一跳 我以为三支气是那个普攻呢 接下来进入到一个 大家喜欢的PPT技能解读时间 我们来清晰一懂的 给大家讲解一下 SP小鹿男的技能是怎样的 那同学们好啊 咱们开始上课 SP小鹿男的技能呢 其实还是比较清晰一懂的 普攻呢 没有任何的特殊效果 就是随着技能等级的提升 造成伤害的提高 技能动画呢 如视频所示 但是呢 由于有一个被动啊 就是攻击时 给敌方附加森之灵一层 持续一回合 这个小鹿男的攻击 不管是普攻还是大招攻击 都是可以生效的 森之灵是一个debuff的印记 印记也就意味着 它不可被驱散 效果是 携带者攻击时出发 最多三次 每次呢 会被SP小鹿男 偷20%的初始攻击 初始攻击 也就是它的基础攻击 加上御魂攻击啊 那个总攻击 叫初始攻击 最多是偷走60% 这个对于一些主力的暴力输出啊 像许佐知南啦 或者神奇荒啦等等 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偷走60%之后 可以非常有效的 限制他们的攻击杀伤力 并且呢 出发的时候会击退其15%的行动条 这个击退15%行动条 主要就是对一些回合外攻击伤害的弑神 会造成一定影响 因为如果要是你回合内打出伤害 本身就会跑到行动条的最底端嘛 这个时候再击退15% 那就相当于没击退啊 但是对于回合外伤害的啊 比如说像斗鸡的终点 花驴 再比如说双神 神奇荒 许佐知南 还有像技 那这些士神呢 他即使在行动外打出伤害 也可以有效的去给他退调 这个东西就有利有弊了啊 你对双神是有比较好的一个限制影响嘛 但是你像对预战精的话 他巴不得一万年不行动呢 一直可以射射射 对吧 除非是被控制住了 所以这个在行动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取舍 然后同时SP路小路南本身的速度会提升60点 提升一回合 最后就是若敌方没有森之灵啊 非召唤物回合结束后 SP小路南会自拉条10% 这一条就是主要给中后手斗鸡玩家使用的了 对面先手行动的时候 因为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森之灵嘛 那你自己就可以有一个插队啊 插队上来之后去攻击 给他附加上森之灵 然后呢 在SP小路南回合开始时 会吸取场上的森之灵 获得等量的森之心 持续量回合 然后被动呢 是个唯一效果 森之心呢 是自身的一个增益印记啊 印记同样也是不可被驱散的 上限有三个 每个会使SP小路南加20%的效果抵抗 同时在受到检疫或控制时呢 SP小路南有30%的概率免疫这次控制 并获得一个森之心 这点有点像SSR小路南的免疫反弹控制啊 最后呢 就是回合开始时 SP小路南会回血 回血数量呢 是13% 乘以森之心的个数 还有一个 就是森之心的层数 它直接影响了大招能退调的个数和效果 正好我们就来说一下大招吧 森之心零层的时候呢 是撞单体 没有任何的特效 就是打出一次平平无奇的伤害 然后森之心一层的时候呢 会多撞一个 这个时候就有了40%的推调效果 同理森之心两层的时候是撞三个 加上40%的推调 然后不管是一层森之心还是两层森之心 你把敌方推到底的时候 会有100%的基础概率 让其陷入缠绕一回合 缠绕是一个新的效果 有点类似于控制啊 首先它是无法被驱散的 中了缠绕之后依旧能行动 能行动 但是无法造成伤害 打出来的伤害呢 是零 哇是零 什么伤害也没有 另外呢 就是行动条提升效果下降40% 主要就是像连诱啊 山拓 道科士预软筋啊 禅心预外境啊 等等式神的拉条效果 会让它行动条的提升效果 下降40% 但是你像邀请师 或者神乐的疾风 那个效果是没有影响的 因为它是立即行动 当森之心到达三层的时候 缠绕就会必定命中 就和自身的面板命中啊 基础概率啊什么 统统都没有关系了 所以来说SP小洛南呢 可以不堆命中啊 附属性稍微坚固一点就可以 那它的主要呢 就还是去堆速度 堆抵抗 首先高速危险 其次呢是抵抗 那综合看下来 其实SP小洛南就是一个纯斗技啊 纯PVP使用的式神 并且它的强度应该还是比较在线的 像目前在斗技厂上比较常见的虚索了 荒索了等等 都会有一定的克制作用 PVP这个强度啊 目前看下来还是挺顶的 那如果要是大家喜欢这种PPT的技能解读方式 觉得非常清晰的话 也一定要记得给视频点赞三连 这个点赞三连真的是很重要的啊 好了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齐老爷 咱们下期视频有缘再见 拜拜